去年刘敏涛,韩雪和万倩在一个晚会上唱了一首《红高跟鞋》 短短几天播放量就超过了2000万 这句被网友戏称为喝了一杯假酒的笼筒说法 让他再次登上了银幕榜首 就像他所说的我努力了好多年却没有一双《红高跟鞋》好看 曾经红的法子渐渐落入神坛的刘敏涛到底经历了什么 刘敏涛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 在大多数孩子已经开始学会追星 笔记本,文具和尚都贴满自己心仪的爱豆照片时 刘敏涛却从来没有这些 小时候的他学习好唱歌 赵武也优秀所有老师都喜欢他 高中毕业后他原本打算听长辈的意见 考个老师做个稳定的工作 但有一天他的姑姑拿着一张中系的招生简章 劝说他去考一考中系 没想到这一考他就考上了而且成绩还相当好 入学第一年便获得出演电影《祝你好运的机会》 之后更是不缺影视资源 1997年刘敏涛毕业了也在演艺圈斩露头角 那段时间他与晋东合作了母亲 与徐帆合作了女人在家 与刘亦军合作了人鬼情缘 与陈道明合作了冬指 一时间风头无良 之后的一部福贵他的演技更是惊艳了众人 然而他却决定在事业巅峰期选择结婚 结婚后最初还相安无事 然而在经历了七年的独守空房和经济管制后 两人还是选择了离婚 刘敏涛也由此付出了 之后一部伪装者让刘敏涛彻底出圈 并被冠以国民大姐的称号 2020年凭借一手红色高跟鞋 刘敏涛爆红网络再度出圈 但人红是非多慢慢地在网上 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说他有点飘了有点要崩塌的节奏了 其实究其原因那就是电视剧《生活家》中 让人吐槽地浮夸演技 现在观众们最不能容忍的是 看那些曾经走上神坛的演员们 一次次的跌落凡间 经典作品和经典角色 永远是演员最大的资本 也希望刘敏涛能找回曾经的自己 然后继续带给大家优秀的作品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